先把iTai1的资料先上传到Google试算表 所以以后如果说你们假设找到一个题目 你觉得这个题目你蛮喜欢的 然后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资料变成Google试算表 因为我们作业一定要是Google试算表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先把它存以Sale 再把它丢上去 OK 那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其实好像直接把那个CSV传上去 它也会帮你转换 那只是说我比较习惯是用Sale转换 不过你看看反正只要能够让它变成Google试算表 就OK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做出几个结果 第一个我想知道说 到底这个iTai1 因为这个资料好像就是行政院 即所属各级机关它设立那个WiFi热点提供给民众使用的啦 但是我在想说资源分配的前提下 应该把它放在应该大家都有需要的地方吧 你不要放在一个大家都不需要的地方 如果大家都已经有那个吃到饱 那你还设这个基本上没有人用 没有人用有点是浪费资源嘛 那谁会用 想一想好像应该 可能会用的我在想应该是 观光客吧还是谁 不过前提还是需要做统计分析啦 最好是把这个WiFi设定在那个需要的 有需要的人的那个地方 OK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在想说 那到底这些WiFi设定的位置是否正确 OK 那我们不要统计一下 那我们怎么统计呢 当然前提请各位 记得用我们不要用Excel 假设我们电脑没有Excel OK 那如果我要把这个统计出来 那第一个 我怎么知道在地区里面 有哪一个地区的总数量最多 那怎么统计 那第一个你把它Ctrl向下 你会发现这个总比数好像是9806比-1嘛 那到底设定的位置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 如果Excel里面是插入枢纽分析表 就分析一下就OK了 可是这里没有枢纽分析表 只有什么 资料透视表 所以我们一样用资料透视表 然后 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按建立 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一件事 到底 哪几个地区 可能 应该算限制吧 那我想要列出那个前五名好了 前五名最多的 那应该怎么做 我第一个我先插入一个那个这个资料透视表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在列的地方按新增 把那个什么地区加进来就可以 因为这个地方地区本身就是 县市名称的 所以其实 它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 OK 那第二的话呢 再把值的地方 新增什么 一样是地区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呢 数量就出来了 那到底呢 哪个县市的 WiFi最多 不过看起来好像应该是 台北市应该最多吧 新北其次吧 可是是不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 再来怎么知道 其实再来的话 你请你把它排序一下 所以排序记得从这边 地区的count A 然后让它地增还地减 我们把它地减好了 OK 不过其实啦 这个WiFi热点应该放在 我想应该观光客人最多的地方 应该是最正确的 可是观光客哪里最多 看起来 人口数量来说啦 台北北部应该是相对是比较多的 可是看起来好像 它设立的最多的 好像就是设定在台中市 那如果我只是想要让它呈现出 前五名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桃园好像排在第六个 OK 那新北在第七 反而前启明的话 台北应该是有排进来是正确的 高雄也OK 可是为什么台中数量这么多 而且基本上超过台北的应该有两倍吧 刚好就接近两倍了 然后高雄的话稍微居次 那彰化 彰化为什么这么多 我有点讶异 因为彰化人口其实好像也不算少 可是数量比较多 原因何在 那假如说我希望帮我绘制出前五名就好了 前五名的话 那请你把第六名以后就第七列 跟底下 总和不要了 总和就不需要显示 把底下的一直到金门线的部分 按SHIP键把它选起来 然后按右键帮我把它隐藏起来 OK 这样的话就前五名 OK 那如果我说我今天希望在旁边画一个图 也许用直条图好了 把它画在旁边 那应该怎么做 一样哦 插入图表 插入图表马上就出现了 那把这个图稍微移过来一点点 放这边 OK 这样的话马上就有个图表 最后的话再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也许这个叫什么 叫 看一下我这边给的名称 一样 比如说我希望得到的是 WiFi热点前五名县市 OK 比如说我这边就给一个 好 那最后一样 把这个字稍微调大一点 颜色换一下好了 OK 加个初题 甚至看一看要不要居中好了 这样居中看起来OK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的这个WiFi热点的部分 先做一个统计分析 甚至你也可以统计一下 除了地区之外 到底哪一个主管机关最多 我不知道 OK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的话呢 除了说可以计算出这个前五名之外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 那我比较好奇是说 到底台中市哪一区的这个什么WiFi热点最多 因为台中市有这么多区 OK 那到底哪一区比较多 可是要怎么统计 那前面有跟各位讲过 在Esser里面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个资料1721笔资料 到底这些资料在哪里的话 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在Esser里面是直接快点两下 它会另外跳出一个新工作表 把1721笔的资料放到里面去 可是我就蛮好奇了 在Google市算表 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我点两下看看 1721点两下 你会发现 跟那个Esser基本上一模一样 有没有看到 我这边点两下 它得到什么结果 有没有看到 它会帮我把新的一个资料表 放在右边 可是Esser有放在左边 不管 反正它会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详细资料 就是台中市的 而且上面有它的工作名称 它就帮我把所有地区是台中市的 通通放在这里 OK 那接下来如果我希望统计一个资料 就是到底哪一区是最多的 你可以看到如果假设在这边插入一栏 再一样向左边按右键先插入左边一栏 把这边改成叫区好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得到区的话 台中跟那个台北好像不太一样 台北的话刚好区都是三个字 可是台中的话它有两个字的 也有三个字的 有没有那边南区东西南北 有没有 然后呢底下好像还有什么 北屯啊西屯啊等等的 有没有 这边还有太平啊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刚好可以取得区 那你说老师我知道用密的吗 等于密的 有没有 然后资料给他 然后逗点 用密的是没错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应该几个字啊 这个应该是第六个字吧 第七个字 所以第七个字 要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取两个字看一下 对不对 但如果取两个enter 下下填满的话 当然理论上它如果两个字应该是OK的 可是如果有三个字的话 有没有发现 它得到的就是南屯 西屯 北屯 不对啊 所以它有两个字跟三个字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你们想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利用那个 枢纽 不是枢纽分析表 叫做资料透视表 产生一个分析结果 就是帮我统计那个 WiFi热点前五名的线市